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疫情當下有很多的企業 都配合政府來分流 或者是遠距 但這樣的勞動市場 已經讓很多年輕人 找不到方向了 現在有立委 日前是召開了記者會 呼籲政府應該要輔助 企業數位轉型 而勞工的本身也不妨 要在家裡頭來學習 提升自己的職場能力 我們的有一些職系 我們有一些學校的科系 他的出路 是不是會在COVID的這個 全球影響下 有新的布局跟調整 二次疫情爆發 直接衝擊畢業生 但危機要能成為轉機 這幾年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集中在很多的學系裡面 他的未來性 是不是有跟上 世界的這個發展性 如果他們能夠趁這個時候 能做一些數位的轉型的話 對於將來可以投入到 新興產業 或產業轉型的能力 會有幫助 這個轉機有關政府決策 能翻轉年輕勞動力環境 面對疫情下 許多年輕人 待在家沒事做 這可能不是他們想要的生活 國發會鼓勵年輕人可以藉此學習 增加語言以及數位能力 那政府呢 除了紓困以外 還有很大一部分是 協助企業在疫情期間 沒有辦法 face to face的工作 實體的工作環境下 如何來協助一些企業 轉型成為他們可以在疫情的 這個艱困的情況之下 還能夠維持企業的運轉 新冠疫情來得太猛 許多企業首當其衝 不是減班就是停薪 勞動市場陷入僵局 若在這個時刻 企業能跟上數位專心 勞工本身職業技能多元 就能降低疫情所帶來的影響 人間衛視正名城 陳一軒 台北採訪報導